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介绍几个镜像网站,就是谷歌的镜像网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谷歌镜像网站呢,即使我们不科学上网,我们不翻墙 我们在国内的网络,也可以正常来访问谷歌的系统和服务 下面呢,咱们就开始 首先呢,我先打开浏览器 现在呢,我已经打开了浏览器 我们现在呢,就在访问谷歌的镜像网站 上面这个呢,就是它的网址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镜像网站,能够访问谷歌的各项服务 比如说,像Gmail,我们直接在国内就可以来建立一个账号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谷歌的搜索引擎,来搜索各种图片 比如说,我搜索一个苹果的图片 它现在呢,把苹果手机,还有各种跟苹果有关的图片都显示出来了 它用的呢,就是谷歌的搜索引擎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谷歌的其他服务 比如说像新闻,我们点开这个新闻 速度还蛮快的 它的这个时间呢,其实还都是比较新的 这个呢,是20小时前的新闻 这个呢,是一天前的 这个是12小时前的 还都是在随时的更新 这个呢,是一小时前发布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谷歌的服务 我们点开这个正方形 在这里边呢,有各种谷歌的服务 比如说像谷歌的play商店 我们可以点开它看一下 现在呢,已经打开了谷歌的play商店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这里头可以来查阅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服务 这边有谷歌的翻译 我们点开它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谷歌的翻译 来为我们工作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再往下呢,比如说像谷歌的图书 我们点开它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搜索全世界的各种图书 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傲慢与偏见 它这里边的这个搜索结果 都是通过谷歌的搜索引擎来搜索到的 可以随便打开一个 这里边呢,就是谷歌的图书服务 这里边能够查阅到的 谷歌的艺术与文化 可以点开它 现在呢,我们打开了 我们在这里边呢,可以来搜索各种艺术作品 现在呢,这个谷歌的镜像网站呢 还确实是比较方便 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来这里边来进行查找 起码呢,它能够作为一种备用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网址呢,进行收藏 另外呢,我今天呢 不光提供这一个谷歌的镜像网站 这四个网站呢,都是谷歌的镜像网站 这四个网站里边呢,速度有快有慢 大家呢,可以来使用,来试一下 那本期视频呢,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